让Steve Farm和Alterman保护你 想更好迈进 世界品位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超凡选择卡甘亿 分享让飞行更愉悦 长荣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美政府表示 暂不担心朝鲜发动性袭击 美国表示 调查警察操守和保护警察不矛盾 美司法部表示 热与中方合作打击腐败 各位好欢迎收看 今天12月22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消息 美国政府22号就表示 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 朝鲜将对美国全境发动 新的网络攻击行动 美国就认为朝鲜应该 为袭击索尼的事件赔偿损失 同时美国也希望 就索尼事件寻求中国的合作 朝鲜社日前警告称 为报复美国政府 把索尼营业所受网络袭击 归咎于朝鲜政府 朝鲜将对美国白宫 五角大楼 乃至美国全境的重要目标 发动袭击 美国国务院在22号表示 目前没有确凿信息 证明相关报道 但美国是否许事态发展 美国政府还敦促朝鲜克制 停止进一步的威胁行动 与此同时 美国也考虑公开与私下 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方案 哈尔夫表示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周末 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 就索尼遭网络攻击事件 表达了美方的关切 并寻求中国的合作 哈尔夫强调 没有证据显示 中国政府参与了朝鲜 袭击索尼的行动 虽然中美在网络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恶意网络攻击 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凤凰卫视 王兵如黄卓 华盛顿报道 而联合国安理会周一举行会议 就首次讨论了朝鲜人权问题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介 依旧表示 中方是反对以朝鲜存在 大规模侵犯人权为由 将朝鲜局势列入安理会议程 安理会应多做 有利于推动对话 缓和紧张的事 不做任何 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事 安理会将朝鲜局势列入议程 并以此介入朝鲜人权问题 将与上述目标背道而驰 有害无益 刘介一强调安理会不是介入人权问题的场所 不应该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而目前国际形势复杂 安理会应该集中精力 处理真正事关国际和平安全的问题 安理会最终以11票赞成 2票反对 2票弃权 正式通过将朝鲜人权问题提上议程 中国及俄罗斯都予以反对 而针对两名纽约警察被一名黑人男子 枪击身亡一事 美国司法部22号就表示 保护执法人员的安全是司法部的重点工作之一 而对部分警察在执法过程当中存在 种族歧视以及暴力执法等问题的调查 并不会影响执法人员的保护工作 在上周两名纽约市警察遭一名黑人男子 枪击身亡之后 有媒体报道指出 这是由此前纽约和密苏林两个大陪审团 决定不起诉两名杀害黑人男子的白人警察 激起的民众对警察的憎恨所引发的 前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 更是将矛头指向总统奥巴马 司法部长霍尔德和纽约市长白思豪 称他们促成了针对警察的仇恨氛围 对此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科尔 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司法部支持执法人员 并称保护执法人员的安全 一直是司法部的工作重点之一 此前在两个大陪审团的决定 激起全美多个城市民众 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之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司法部长霍尔德 承诺将对这两起案件 进行透明公正的调查 而在被问及这些调查 是否促进了民众对警察的憎恨 从而引发针对警察的暴力事件时 科尔表示 司法部调查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与司法部致力于保护执法人员的安全 完全不矛盾 科尔指出美国司法部一直致力于为全国执法人员提供最有效的防护设备和培训项目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目前纽约警察遭伏击一案 激起了全美舆论 关于执法人员的安全与执法中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等多个问题的热议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聪 赖大利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22号就表示 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讨论有关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 以确保一个自由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科尔当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时表示 国际市场不能容忍任何贪腐现象 而随着各国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 打击跨国腐败犯罪也变得极其复杂 需要各国政府之间密切合作 在被问及中美两国在反腐问题上的合作时 科尔表示 目前美国司法部正在与多个国家进行相关反腐合作的讨论 此前在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上 反腐败国际合作和打击跨国商业贿赂成为重点议题之一 而目前在中国掀起大规模境外追逃追赃风暴之际 中国外交部此前呼吁世界各国 特别是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中国外逃腐败分子比较集中的国家 与中方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美国司法部总理部长考德威尔表示 各国合作是未来国际反腐败努力的趋势 当天美国司法部宣布在与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 瑞士等多国进行合作 就贿赂外国官员等腐败问题 对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进行调查后 目前阿尔斯通公司已认罪 并同意下美国司法部付7亿多美元的罚款 美国司法部表示 这起案件的破获 反映了在打击跨国腐败犯罪中各国合作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王聪 赖大利华盛顿报道 好 接下来看在拉美和加拿大的西文重点 音乐 哇哦 好迷人的风景 好欢快的节奏 好美妙的感受 好惬意的体验 好别样的风情 浪漫之都 时尚大连 夫妻废片一份快点 小丽把川霸王一号拿过来一下 春菜凉拌系列用川霸王一号 麻婆豆腐一份快点 小丽把川霸王二号拿过来一下 春菜炒菜系列用川霸王二号 将鱼香茄子一份 小丽把川霸王三号拿过来一下 春菜鱼香系列用川霸王三号 好厨师就用川霸王 各种川菜轻松搞定 中国东方航空 穷心启航 最好年到来 来自纽约时尚之都的 媒体内衣品牌Makebody 领航持续增长的 北美减肥瘦身庞大消费市场 我们陈邀宁的加盟 为您打造高端豪华的 女性内衣精品门店 超低投资超高回报 北美绝无仅有的投资新项目 与成功的品牌一起 快速实现自己移民的挖金梦想 行动不如行动 请拨打877-324-5778 877-324-5778 中国移动全新应用Jago 给您全新的漫游体验 快来下载Jago吧 中国移动全新应用Jago 给您全新的漫游体验 将中国移动手机号码转接至Jago 您就可以在海外免费接听国内来电了 Jago还可以以优惠的资费 拨打全球布网和移动电话 从此使用您的手机号码 透过Jago在海外拨打和接听电话 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快来下载Jago吧 万通互惠理财 掌握人生 万事亨通 茅台秉承天贵人和厚德致远的核心价值 坚持储足成酿不卖新酒的理念 身怀健康永远 国酒永恒的愿景 酿造出风来隔壁三家醉 雨过开平十里香 国酒茅台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剧情内容 美国联合航空一架从西雅图 富翁纽瓦克的航班 由于引擎故障 21号晚间迫降于华盛顿州 美联航空发言人表示 这架空中客机A320 昨晚安全降落在华盛顿州东部的斯波坎 据悉机上没有伤亡人员 另外该航班的145名乘客 已经达成另一航班 于今天早晨8点41分到达纽瓦克 在俄亥俄州发生新的 有关抗议警察暴行的活动 这一次将矛头直指媒体 抗议媒体没有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数十名民众在克里夫兰的街道 进行抗议游行 对于当地媒体有关近期抗议事件的报道 发起抗议 示威者表示 当地媒体扭曲了他们向公众发出的信息 并指出他们没有做到一个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据悉 克里夫兰警长也走在示威者队伍的前面 确保没有暴力事件发生 据报道 维基解密网站21号曝光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两份机密文件 内容关于指导中情局特工 如何利用伪造证件通过国际海关 据悉这两份文件介于2011年至2012年 属于机密级别 这也意味着文件不得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分享 在其中一件文件中 对于欧盟国家对于持有美国护照的人进行生物护照识别 中情局深感担忧 中情局认为 这将意味着特工难以持假护照通过海关 而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森奇表示 这份文件表明中情局意图在欧洲展开间谍活动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 今年10月 加拿大人的平均周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8% 平均每人每周的工资达到942加元 统计局的报告还显示 在非农业领域 雇员们的平均工作时数为每周33小时 与去年相比变化不大 这也表示近年来加拿大的非全职工作有所增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了 看一组来自中国两三地的短消息 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近日不断增加 但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招来了部分日本人的反感 东京某些旅馆至今仍不愿意接待中国团体游客 中国游客在日本旅游时出手大方 备受日本商家的青睐 但是中国和日本在礼节上的不同也造成了诸多误解 近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通过微信提醒中国游客在日本旅游时 应该了解当地的习惯和规则 避免给自己的旅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台湾方面 媒体人周玉寇自称掌握来自某位前国安高层的消息 指控马英九团队曾收受鼎心集团台币2亿的政治现金 因此在九和一选战中 受益压制鼎心搜游的批评震撼台湾政坛 面对周玉寇宪发制人 国民党随机委任律师对他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对于不实指控登报道歉 求偿500万台币 希望透过司法捍卫国民党生育 在香港 亚洲电视过去三个月两度拖欠员工薪水 而目前11月的薪水仍然没有发放 政府劳工处到亚市解释劳工权益 并敦促管理层尽快解决欠薪问题 新闻部表示 如果未能确定核市发放11月的薪水 新闻部不保证元旦岂能提供正常新闻 另外 政府劳工处目前已经向亚市发出警告信 并咨询律政司意见不排除做出检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和社区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哎 我跟你说 我最近装了iTalk BB家庭电话 只要4块9毛9 中美双向直播 美国打中国 中国打美国都没有常驻费 我都用iTalk BB十年了 那你知道吗 iTalk BB最近还推出了手机APP 下载这个APP 打长途都免费呢 iTalk BB还有中文电视服务 这个还真不知道 推荐朋友还送礼品呢 iTalk BB电话加手机APP加中文电视 每月4块9毛9起 以8774825522 乘凤来去 直航北京 自今年国航将使用全新波音777 312型客机 开通休斯顿北京直达航班 每周1 3 5日飞往北京 航班号CA996 246日返回休斯顿 航班号CA995 头等公务经济三仓座椅 全部配备独立电源 预定咨询 尽请垂寻各大旅行社 登陆国航网站 活泼打销售热线 800-882-8122 糖尿病 人类健康沉默的杀手 糖尿病可怕 糖尿病并发症更可怕 如果您年过四十容易疲劳 视力模糊 您可能是糖尿病高危人群 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白内障 黄斑病变等眼疾病 严重导致失明 是惠灵Vision Smart 强大的210毫克花金素 有效改善18种眼疾病 搭配新有效预防糖尿病 远离并发症 我们一定会达到你的目标 我是郑伯仁律师 不仅仅仅仅仅施 美金加币 人民币 双项汇款 十分钟到账 安全零风险 选择9新 让您的财富有保障 美国加拿大免费热线 1855-919-9997 卡姆甘伊 C'est magique La vie c'est magique 五代传承世家风范 卡姆极品 着而不全 卡姆超凡选择 欢请这个假期 McDonalds和American Express一起 天天送出超过9万美金 连续21天 因为没有什么比得上 和你所爱的人分享送礼的那份喜悦 本节目由Chase大通银行赞助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星期一的走势 早时一开盘就出现一个小幅上升 反复走高的趋势 全天都是窄幅震荡 但是交易是相当的轻占 收盘时三大指数还是以上升做收 标准普尔500指数 在科技列股带领之下 又走出了新高的历史记录 以2078.54点做收 是今年第50次历史新高记录 道琼斯平坚工业指数 也是以冲破155点的升幅上升做收 纳斯达克通告指数 也是上升做收 今天科技列股当中表现相当亮丽的 要算是Facebook和英特尔公司 英特尔公司有消息报道说 他们在早期投资国内的智能手机 小米公司之后 人们都认为今后长期都会受益 小米公司的增长 同时石油价格 2月份的发货合约 还是持续出现走跌 黄金2月份的发货合约 也是出现差不多7块多钱下降 也是保持在1200美元一盎司之下 另外我们关注的是大盘 现在出现相当剧烈的反复 投资人认为在2015年美国股票市场走势 应该会改变2014年的比较平稳向上的走势 而是出现一个反复震荡的趋势 只要是诸多不同因素 在2005年可能会是凸显出来 目前油价不断的下降 虽然对经济大家都认为是正面的因素 但是从经济数据当中要想体现出来 大概还需要一个季度 甚至是两个季度的时间 不过星期一 华日股票市场交易相当的清淡 但是你的投资人审慎乐观 三大指数 开高走高 上升做收 以上是星期一 请高峰 我是旁哲 有业报道 好 下来看今天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星保险日前召开记者会宣布联手凯撒医院开拓华人市场 并带领与会的华文媒体记者参观了医院 凯撒医疗集团是一个非盈利医疗机构 它没有股东 也不受投资人控制 在全美目前拥有38个医疗中心 600多座大楼 各科医生有17000多名 总的雇员人数超过17万 为了更好地服务华裔民众 凯撒医院在加州招聘医务人员时 特别注重他们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双译能力 尤其是在波文公园市凯撒医疗中心内 所有的标志都有中文注释 可以让华人病患者更加感受到温馨 华性保险的张国欣 从保险角度对凯撒医院赞予有加 今年所有的保险公司涨价 只有凯撒医疗网是降价的 是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觉得 这个超值的服务 而且是非常完美的价钱 选择与华性保险的合作 凯撒医院多元文化市场部总经理 董燕萍是这样评价的 他客户群是蛮大的 他也有足够的员工来服务这个群体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华性保险 据介绍 目前凯撒医院除急诊外 其他所有的服务 只有面向保险会议的范围内 只要是会员 这可以在任何一家凯撒医疗中心 找任何一位医生就诊 没有限制 凤凰卫斯网民 若韩基报导 好 一起来看明天 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李兴华匪最经常